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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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知餘兒為所得額 執行業務者至少應設置日記帳一種 詳細記載其業務收支項目 業務支出應取得確實憑證 帳簿及憑證最少應保存五年 帳簿憑證之設置取得包管及其他應遵行市場之辦法 由財政部定之 執行業務者為執行業務而使用之房屋及器材 設備之折就 依固定資產耐用年數表示規定 執行業務費用之列支 准用本法有關盈利事業所得衰支規定 其帳簿憑證之查核 收入與費用之任列 及其他應遵行市場之辦法 由財政部定之 第三類薪資所得 凡公教均警公司事業職工薪資 及提供老務者之所得 一薪資所得之計算 以在職務上或工作上取得之各種薪資收入為所得額 二前項薪資包括薪金奉給工資津貼 稅費獎金銅利及各種補助費 但為過築之目的執行職務而知領之差異旅費 日支費及交班費不得超過規定標準者 及以第四條規定免税項目不在此限 三 以老公退休金條例規定自願 提交之退休金或年金保險費 合計在每月工資6%範圍內 不計入提交年度薪資所得課稅 年金保險費部分 不是用第十七條有關保險費扣除之規定 第四類利息所得 凡公債公司債金融債券 各種短期票券存款及其他貸出款項利息之所得 以公債包括各級政府發行之債票 庫券證券及評券 二 有獎儲蓄之中獎獎金 超過儲蓄的部分是為存款利息所得 三 短期票券指限期在一年期以內之國庫券 可存讓銀行定期存單 公司與公營事業機構發行之本票或匯票 及其他金融目的事業主管經關核准之短期债務凭證 短期票券到期退場金額超過首次發售價格部分為利息所得 除以第88條規定扣獎稅款外 不併計綜合所得總額 第五類 租賃所得及權利金所得 凡以財產出租之租金所得 財產出點點價金運用之所得或穿利權 上標權著作權秘密方法及各種特許權利 供他人使用而取得之權利金所得 以財產租賃所得及權利金所得之計算 以全年租賃收入或權利金收入 檢除必要後損及費用後支與額為所得額 二 設定定期之有電權及定上權取得之各種所得 視為租賃所得 三 財產出租收有押金或任何款項類似押金者 或以財產出點而取得點價者 均應就各該款項按當地銀行業通行之 一年期存款利率計算租賃收入 四 將財產鑒鑒於他人使用 除經常明確是無償 且非供營業或執行業務者使用外 應參照當地一般租金情況 計算租賃收入繳納所得稅 五 財產出租 其約定之租金 顯叫當地一般租金為低 基金機關得參照當地一般租金調整 計算租賃收入 第六類 自利耕作 於木林礦之所得 全年收入減出成本及必要費用後之餘而為所得 第七類 財產交易所得 凡財產及權利應交易而取得之所得 以財產或權利原為出價取得者 以交易時之成交價而減出原始取得之成本 即應取得改良及遺准該項資產 而支付之一切費用後之餘而為所得 二 財產或權利原為寄存或在餘而取得者 以交易時之成交價而減出計程時或受贈與之 該項財產或權利時之實價 即應取得改良及移轉該項財產或權利 而支付之一切費用後之餘而為所得而 三 各人購買或取得股份有限公司之 記名股票或記名公司債 各級政府發行之債券或銀行金政府 核准發行之開發債券 卻有滿一年上轍 於出售時得僅以其交易所得之半數 作為當年度所得其餘半數免稅 第八類 競技競賽及機會中獎之獎金或給予 凡參加各種競賽 競技比賽及各種機會中獎之獎金 或給予者兼屬之 或給予兼屬之 以參加競技競賽所支付之必要費用准於檢除 二 參加機會中獎所支付之成本准於檢除 三 政府舉辦之獎券中獎獎金 除以第88條規定扣獎稅款外 不併計綜合所得總額 第九類 退職所得 凡個人領取之退休金資遣費 退職金禮職金終身奉 非屬保险給付之養老金 及以勞工退休金條例 規定辦理年金保险之保险給付等所得 但個人歷年自薪資所得中自行繳付之處金 或以勞工退休金條例 規定提交之年金保险費 於提交年度已計入 薪資所得課税部分及其資息不在此限 以一次領取者其所得額之計算方式如下 以一次領取總額在15萬元 乘以退職服務年資資金額以下者 所得額為0 二 超過15萬元 乘以退職服務年資資金額 未到30萬元 乘以退職服務年資資金額部分 以其半數為所得額 三 超過30萬元 乘以退職服務年資資金額部分 全數為所得額 退職服務年資資尾數為滿6個月者 以半年計滿6個月者以一年計 二 分期領取者 以全年領取總額 減除65萬元後之餘而為所得額 三 兼領一次退職所得及分期退職所得者 前二款規定可減除資金額 應一級領取一次及分期退職所得之比率 比例分別計算之 第十類其他所得 不屬於上列各類之所得 以其收入額減除成本及必要費用後之餘而為所得額 但購買或減取獎金 與證券商或銀行從事結構型商品交易之所得 除以第88條規定扣交稅款外 不並計綜合所得總額 前向各類所得入圍實務 有價證券或外股貨幣 應以取得時政府規定之價格或認可之退換率 則順之 未經政府規定者以當地實價計算 各人綜合所得總額中 如有自立經營林營業之所得 受雇從事遠洋漁業 於每次出海後一次分配之報酬 一次給付之輔恤金或死亡補償 超過第四條第一項第四款規定之部分 即應耕地出租人收回耕地 而以平均地權條例第77條規定 給予之補償等變動所得 得僅以半數作為當年度所得 其餘半數免稅 第一項第九類規定之金額 每於消費者物價指數 較上次調整年度指數上漲 累計達3%以上時 按上漲程度調整之 調整金額以千元為單位 未達千元者按百元數四捨五入 其公告方式及所稱 消費者物價指數 只用第五條第四項之規定 宣讀完畢 第十四條 照行政院提案條文通過 請宣讀第十四條之三 個人營利事業或教育文化公益 慈善機關或團體 與國內外其他個人或營利事業 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相互間 如有借資金股權之移轉 或其他需位置安排 不但為他人或自己規避 或減少納稅義務者 基身機關為正確計算 相關納稅義務人之所得 及因納稅額得報金 財政部核准依查的資料 按實際交易事實依法予以調整 公司合作社或其他法人 如有以需位安排或不正當方式增加股東 社員或出資者所獲配之鼓勵或盈喻 至需增第十五條第四項之可抵減稅額者 基身機關得以查的資料 按實際應分配或因或配之鼓勵或盈喻予以調整 宣讀完畢 第十四條之三 照行政院提案條文通過 第十五條保留 第十七條保留 請宣讀第二十四條 第二十四條 盈利事業所得之計算 以其本年度收入總額解除各項成本費用 損失及稅卷後之存益而為所得額 所得之計算 稅有應稅所得及免稅所得者 其相關之成本費用或損失 除可直接合理明確歸屬者 得個別歸屬任例外 應做合理之分攤 其分攤辦法由財政部定之 盈利事業賬在應付未付之賬款 費用損失值其他各項債務 與請求全實相尚未給付者 應於實相消滅年度轉捏其他收入 此實際給付時再以營業外支出列賬 盈利事業有第14條第一項第4類 利息所得中之短期票券利息所得 除以第88條規定扣繳稅款外 不進入盈利事業所得額 但盈利事業只有之短期票券發票日 在中華民國99年1月1日以後者 其利息所得應進入盈利事業所得額補稅 自中華民國99年1月1日起 盈利事業持有依金融資產證據化條例 或不動產證據化條例規定發行之收益證券 或資產基礎證券所獲配之利息所得 應進入盈利事業所得額補稅 不是用金融資產證據化條例第15條第2項 及不動產證據化條例第50條第3項 分離額補稅之規定 總機構在中華民國境外支盈利事業 應投資於國內其他盈利事業所獲配之 鼓勵或盈裕 除以第88條規定扣繳稅款外 不進入盈利事業所得額 全都完畢 第24條照行政院提案條文通過 第42條保留 第5節刪除 第66條之1刪除 第66條之2刪除 第66條之3刪除 第66條之4刪除 第66條之5刪除 第66條之6刪除 第66條之7刪除 第66條之8刪除 第66條之9保留 請宣讀第71條 第71條 納稅義務人應於每年5月1日起至5月31日止 填取結算申報書 向該管集診機關申報起上一年度內構成綜合所得總額 或盈利事業收入總額之項目集數額 以及有關減免扣除之事實 並應於其全年因納稅額減除占繳稅額 尚未抵繳之扣繳稅額 及一第15條第4項規定計算之可抵減稅額 計算其因納之結算稅額 於申報前自行繳納 但依法不併計課稅之所得之扣繳稅款不得減除 獨資合伙組織之盈利事業 因依前項規定辦理結算申報 無需計算及繳納其因納之結算稅額 其盈利事業所得額 因由獨資資本主或合伙組織合伙人 以第14條第一項第1類規定 列為盈利所得 以本法規定課徵綜合所得稅 但其為小規模盈利事業者 無需辦理結算申報 由基尊系統核定其盈利事業所得額 直接規定獨資資本主或合伙組織合伙人 之盈利所得 以本法規定課徵綜合所得稅 中華美國境內居住之個人 全年綜合所得總額不超過 當年度規定之免稅額 及標準扣除而之合技術者 得免辦理結算申報 但申請退還扣繳稅款 及第15條第4項規定之可抵減稅額 或依第15條第5項規定課稅者 仍應辦理結算申報 宣讀完畢 第71條 照行政院提案條文通過 第73條之二刪除 請宣讀第75條 第75條 盈利事業預有解散廢止 合併或轉讓情事時 應於截至解散廢止 合併或轉讓這日子 辦理當期結算 於45日內以規定格式 向該管集專機關申報 其盈利事業所得額及應納稅額 並於提出申報前自行繳納之 盈利事業在清算期間時清算所得 應於清算結束之日起30日內 以規定格式書表向該管集專機關申報 並於申報前依照當年度所使用之 盈利事業所得稅稅率 自行計算繳納 但依其他法律得免除清算程序者不適用之 前項所稱清算期間 其屬公司組織者 依公司法規定之期限 屬有限合夥組織者 依有限合夥法規定之期限 非屬公司或有限合夥組織者 為自解散廢止合併或轉讓之日起三個月 獨資合夥組織之盈利事業 因於第一項及第二項規定辦理 當期結算或清算申報 無需計算及繳納其應納稅額 其盈利事業所得而 因由獨資資本主或合夥組織合夥人 依第十四條第一項第一類規定列為盈利所得 依本法規定課徵綜合所得稅 但其為小規模盈利事業者 無需辦理當期決算或清算申報 由基準機關核定其盈利事業所得而 直接規定獨資資本主或合夥組織合夥人之盈利所得 依本法規定課徵綜合所得稅 盈利事業唯一第一項及第二項規定期限 申報其當期決算所得或清算所得者 基準機關應及依查得資料 合定其所得及應納稅額 其屬獨資合夥組織之盈利事業者 基準機關應合定其所得而後 將其盈利事業所得而 直接規定獨資資本主或合夥組織合夥人之盈利所得 以本法規定課徵綜合所得稅 盈利事業宣告迫遜者 應於法院公告債權申報期間 截止十日前向該管基準機關 提出當期盈利事業所得稅決算申報 其位一線申報者 基準機關應及依查得資資料 合定其所得而及應納稅額 法院應將前向宣告破損之盈利事業 於公告債權申報之同時 通知當地基準機關 宣讀完畢 第七十五條 造行政院提案條文通過 請宣讀第七十六條 第七十六條 納稅義務人辦理結算申報 應減付自繳稅款繳款書收據 與簽到有關證明文件及單據 其為盈利事業所得稅納稅義務人者 並應提出資產負責表 財產目錄及損益表 公司合作社及其他法人負責人 於申報盈利事業所得稅時 應將股東社員或出資者之姓名住址 應分配或以分配之股利 或應於數額合夥組織之負責人 應將合伙人姓名住址 投資數額及分配損益之比例 列單申報 宣讀完畢 第七十六條 造行政院提案條文通過 請宣讀第七十九條 第七十九條 納稅義務人為意規定 其先辦理結算申報者 基順機關應及填據製報通知書 送達納稅義務人 限於街道製報通知書 至日起十五日內 不辦結算申報 其藉其仍未辦理結算申報者 基順機關應依查得知資料 或同業利潤標準 核定其所得而及因納稅額 並填據核定稅額通知書 連同繳款書 送達納稅義務人一線繳納 四後如今調查 另行發現課稅資料 仍依稅捐基順法 有關規定辦理 其處獨資合伙組織 至營利事業者 基順機關應與 核定其所得而後 將其營利事業所得而 直接規定獨資資本主 或合伙組織 合伙人之營利所得 以本法規定 課捐綜合所得稅 綜合所得稅 納稅義務人不充 且向催報之規定 其藉其未申報者 基順機關應及依查得之資料 核定其所得而及 因納稅而 通知一線繳納 四後如今基順機關調查 另行發現課稅資料 仍因依稅捐基順法 有關規定辦理 宣讀完畢 第79條 照行政院提案條文通過 請宣讀第88條 第88條 納稅義務人有下列各類所得者 應由扣角義務人於給付時 以規定之扣角率或扣角辦法 扣取稅款 並依第90條規定繳納之 以公司分配與非中華民國境內 居住之個人及總機構 在中華民國境外之營利事業之鼓勵 合作社其他法人合夥組織 或獨資組織 分配與非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社員 出資者合夥人或獨資資本組織 二 基本團體學校事業 鋪陳財團或執行業務者所 給付執行資利息 租金 佣金 權利金 禁忌 競賽或機會中獎之獎金或給予 退休金 資遣費 退職金 離職金 終身奉非屬保險 給付支養老金 告發或擷取獎金 結構型商品交易之所得 執行業務者之報酬 及給付在中華民國境內 無固定營業場所 或營業代理人之國外營利事業之所得 三 第二十五條規定之營利事業 依第十八條之一之規定 應由營業代理人或給付人扣繳 所得稅款之營利事業所得 四 第二十六條規定在中華民國境內 無藩出機構之國外影片事業 其在中華民國境內之營利事業所得 獨資合夥組織之營利事業 依第七十一條第二項或 第七十五條第四項規定 辦理結算申報或決算清算申報 由因分配與非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 獨資資本主或合夥組織合夥人之營利者 因於該年度結算申報或決算清算申報 法定截止日前 由扣繳義務人以規定之扣繳率 扣取這一款 並依第九十二條規定繳納 其後實際分配時 不是用前向低款之規定 前向獨資合夥組織之營利事業 依法辦理結算 決算或清算申報 或於申報後辦理更正 經基尊基關核定增加盈利事業所得 或為依法自行辦理申報 經基尊基關核定盈利事業所得 增加獨資資本主或合夥組織合夥人之營利者 扣繳義務人以以合定通知書 如宋達之次日起算三十日內 就因分配與非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獨資資本主或合夥組織合夥人之 新增盈餘以規定支扣角率扣取稅款 並依第九十二條規定繳納 前三項各類所得之扣角率及扣角判法由財政部擬定 報警行政院合定 宣讀完畢 第八十八條 照行政院提案條文通過 請宣讀第八十九條 第八十九條 前條各類所得稅款 其扣角義務人及納稅義務人如相 以公司分配與非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 及總機構在中華民國境外之盈利事業之鼓勵 合作者分配與非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社員之盈餘 其他法人分配與非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 出資者之盈餘 獨資合伙組織之盈利事業分配 或應分配與非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 獨資資本主或合伙組織合伙人之盈餘 其扣角義務人為公司合作社 其他法人獨資組織或合伙組織負責人 納稅義務人為非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股東 總機構在中華民國境外之盈利事業股東 非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社員出資者 合伙組織合伙人或獨資資本主 而薪資利息租金佣金全力金執行業務報酬 禁忌競賽或機會中獎獎金或給予 退休金資減費 退職金雷職金終身奉 非主保險給付之養老金 購發或檢取獎金 結合性商品交易之所得 及給付在中華民國境內 五固定營業場所或營業代理人之 國外營利事業之所得 其扣交易務人為機關團體學校之責 應扣交單位主管事業負責人 破產財團之破產管理人及執行業務者 納稅義務人為取得所得者 三一 前條 第一項第三款規定之營利事業 所得稅扣交易務人為營業代理人或給付人 納稅義務人為總機構在中華民國境外之營利事業 四 國外營利事業所得稅款扣交易務人為營業代理人或給付人 納稅義務人為國外營利事業 扣交易務人為履行扣交責任 而有行蹤不明或其他情勢 至無從追究者 居正機關得盡向納稅義務人徵收之 機關團體學校事業 破產財團或執行業務者 每年所給付1000條規定 因扣交稅款之所得 及第14條第一項第十類執行探所得 應未達起扣點 或應部署本法規定之扣交範圍 而未經扣交稅款者 應於每年1月底前 將受領人姓名住址 國民身份證統一編號及全年給付金額等 以規定格式列單申報主管基準機關 並應於2月10日前 將免扣交平單填發納稅義務人 每年1月與連續3日以上國定假日者 免扣交平單申報期限延長至2月5日止 免扣交平單填發期間延長至2月15日止 宣讀完畢 第89條照行政院提案條文通過 請宣讀第89條之一 第89條之一 第三條之四 信託財選發生之收入 扣交義務人應於給付時 以信託行為之受托人為納稅義務人 以前二條規定辦理 但扣交義務人給付第三條之四 第五項規定之公益信託之收入 除依法不併計課稅之所得外 得免以第88條規定扣交稅款 信託行為之受托人 以第92條之一規定開具扣交平單時 應以前項各類所得之扣交稅款 為收益人之以扣交稅款 收益人有二人以上者 收入人應於第三條之四 第二項規定之比例 计算各收益人之以扣交稅款 收益人為非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 或在中華民國境內 無固定營業場所之盈利事業者 應以收入人為扣交義務人 就其以第三條之四 第一項第二項規定 计算之該收益人之各類所得而 以第88條規定辦理扣交 但該收益人之前項以扣交稅款 得自其因扣交稅款中減除 收益人為總機構在中華民國境外 而在中華民國境內有固定業場所之盈利事業 其信託收益中屬或配之鼓勵或盈利者 准用前項規定 第三條之四第五項 第六項規定之公益信託或信託基金 實際分配信託利益時 應以受託人為扣交義務人 依前二條規定辦理 宣讀完畢 第89條之一 照行政院提案條文通過 請宣讀第92條 第92條 第88條各類所得稅款之扣交義務人 應於每月十日前 將上一月內所扣稅款向國庫繳金 並於每年一月底前 將上一年內扣交各納稅義務人 执稅款數額 開具扣交平單 匯報該管基金機關查核 並於二月十日前 將扣交平單填發納稅義務人 每年一月與連續三日以上國立加入者 扣交平單匯報期間延長至二月五日止 扣交平單填發期間延長至二月十五日止 但營利事業由解散廢止合併或轉讓或機關團體裁撤 變更時扣交義務人 應隨時就以扣交稅款數額填發扣交平單 並於十日內向該管基金機關辦理申報 非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 或在中華民國境內無固定營業場所之營利事業 有第88條規定各類所得是 扣交義務人 應於代扣稅款之日 起十日內 將所扣稅款向國庫繳金 並開具扣交平單 向該管基金機關宣報核驗後 發給納稅義務人 總機構在中華民國境外 而在中華民國境內有固定營業場所之營利事業 其互配之國利或英語 准用前項規定 宣讀完畢 第九十二條 照行政院提案條文通過 請宣讀第100條 第100條 納稅義務人每年結算宣報所得的金可定後 基金機關應就納稅義務人全年因納稅額減除佔繳繳稅額 為底繳之扣繳稅額 基金機關應填發繳款書或收入退還書或國庫支票 送達納稅義務人 分別退補 應補稅之納稅義務人 應於繳款書送達後十日內繳納之 前項應退之稅款 基金機關於核定後 應競速填發收入退還書或國庫支票 送達納稅義務人 致時不得超過十日 收入退還書之退稅期間 以收入退還書送達至日期三個月內為有項期間 預期不退 納稅義務人依第102條之二規定申報之未分配盈喻 經基金機關核定補稅或退稅者 只能用丁項之第四項之規定 宣讀完畢 第100條 照行政院提案條文通過 請第100條之一刪除 請宣讀第102條之一 第102條之一 盈利稅業應於每年1月提前 將上一年內分配於股東社員或出資者之87年度 或以後年度之鼓勵或盈喻 以規定格式填據鼓勵平單 及全年鼓勵分配會總資料 一併匯報該管基金機關查核 並於2月10日前將鼓勵填單填發納稅義務人 每年1月與連續30日以上國定假日者 鼓勵平單及全年鼓勵分配會總資料 匯報期間延長至2月5日止 鼓勵平單填發期間延長至2月15日止 但盈利事業有解散或合併時 應隨時就以分配之鼓勵或盈喻填據鼓勵平單 並於10日內向該管基金機關辦理申報 前項規定之盈利事業 應於辦理106年度或以前年度結算申報時 以規定格式填列各該年度股東可扣抵稅額 賬戶變動明細資料 並同結算申報書申報該管基金機關查核 但盈利事業與有解散者 應於清算完結日辦理申報 其為合併者應於合併生效日辦理申報 前項所稱股東可扣抵稅額賬戶變動明細資料 指股東可扣抵稅額賬戶之期出餘額 當一度增加金額明細 減少金額明細及其餘額 以第一項本文規定 應填發鼓勵平單之盈利事業 以規定期限將平單匯報該管基金機關 且平單內容符合下列進行者 得免填發平單與納稅義務人 一 納稅義務人為在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 在中華民國境內有固定業場所之盈利事業 機關團體執行業務者或信託行為之受託人 二 國立或影韻資料 經基專機關納入結算社報期間 提供所得資料查詢服務 三 其他財政部規定之情形 一 前項規定免填發平單與納稅義務人者 如納稅義務人要求填發時人應填發 宣讀完畢 第102條之一 照行政院提案條文通過 請宣讀第106條 第106條 有下列各款事項者 除由該管基金機關限期責令補報或補給外 除以1500元以下罰款 以公司組織之營利事業負責人 合作社之負責人及其他法人之負責人 違反第76條規定 藉其不申報應分配或已分配於股東社員或出資者之鼓勵或盈餘 二 合作組織之營利事業負責人 違反第76條規定 不將合伙人之姓名住址 投資數額及分配損益之比例 列單申報 三 營利事業負責人 違反第90條規定 不將規定事項詳細記證 四 倉庫負責人 違反第91條第一項規定 不將規定事項報告 宣讀完畢 第106條 照行政院提案條文通過 請宣讀第108條 第108條 納稅義務人違反第71條規定 為一件辦理結算宣報 而以一第79條第一項規定 補辦結算宣報 經基尊機關局以調查 核定其所得額及因納稅額者 因案核定因納稅額 令捐百分之十字報金 其處毒資和伙組織之營利事業 因案基尊機關調查核定之所得額 按當年度適用之營利事業所得稅稅率計算之 金額令證百分之十字報金 但最高不得超過三萬元 最低不得少於一千五百元 納稅義務人 余第79條 第一項規定之補報期限 人為辦理結算宣報 經基尊機關因查得資料或同業利潤標準 核定其所得額及因納稅額者 因案核定因納稅額令爭百分之二十代報金 其處毒資和伙組織之營利事業 因案基尊機關調查核定之所得額 按當年度適用之營利事業所得稅稅率計算之金額 令爭百分之二十代報金 但最高不得超過九萬元 最低不得少於四千五百元 綜合所得稅納稅義務人 即以第71條規定免辦結算宣報者 不信用請二項之規定 宣讀完畢 第108條 照行政院提案條文通過 請宣讀第110條 第110條 納稅義務人以本法規定辦理結算 決算或清算宣報 而對以本法規定因宣報課稅之所得額 有漏報或短報請示者 除以所漏稅額二倍以上之罰款 納稅義務人未以本法規定自行辦理結算 決算後清算宣報 而經基尊機關調查 發現有以本法規定課稅之所得額者 除依法核定補徵因納稅額外 因照補徵稅額除三倍以下之罰款 盈利稅額應受獎勵免稅或營業虧損 至家計短漏之所得額後 仍無因納稅額者 應就短漏之所得額 以當年度使用之盈利稅額所得稅率計算之金額 分別依前二項之規定倍數處罰 但最高不得超過9萬元 最低不得少於4500元 第一項及第二項規定之納稅義務人 為獨資合伙組織之盈利失業者 應就基尊機關核定短漏之所得額 以當年度使用之盈利稅額所得稅率計算 所得稅率計算之金額 分別依第一項及第二項之規定倍數處罰 綜合所得稅率納稅義務人有下列進行之一 是需增第十五條第四項規定可抵減稅額者 除以所漏稅額或易退稅額一倍以下罰還 一 唯一第十五條第四項規定之抵減比率 或上限金額計算可抵減稅額 二 唯一實際貨幣鼓勵或盈餘金額計算可抵減稅額 三 無或分配鼓勵或盈餘事實 虛報可抵減稅額 宣讀完畢 第110條照行政院提案條文通過 請宣讀第114條之一 第114條之一 中華民國106年12月31日以前 盈利稅額一行為水第66條之一 制定66條之四規定 應設置股東可扣提稅額 賬戶額不設置或不依規定 記載者處三千元以上七千五百元以下罰款 並應通知限於一個月內 依規定設置或記載 其滿人位依照規定設置或記載者 處七千五百元以上一萬五千元以下罰款 並在通知於一個月內依規定設置或記載 其滿人位依照規定設置或記載者 得暗刺處罰 只依規定設置或記載時為止 宣讀完畢 第114條之一 照行政院提案條文通過 請宣讀第114條之二 第114條之二 中華民國106年12月31日以前 盈利稅額有下列各款規定情形之一者 應就其超額分配之可扣抵稅額 則令盈利稅額限起補交 並按超額分配之金額處一倍以下之罰款 以違反行為水第66條之二 第66條之四規定 需增股東可扣抵稅額帳戶金額 或短期行為時第66條之六規定之 仗在累積未分配盈利賬戶金額 至分配於股東或社員之可扣抵稅額 超過其因分配之可扣抵稅額 二 違反行為時第66條之五 第一項規定 分配於股東或社員之可扣抵稅額 超過股力或盈利之分配日 其股東可扣抵稅額帳戶余額 違反行為時第66條之六規定 分配股力金額所使用之稅額扣抵比率 超過規定比率 至所分配之可扣抵稅額 超過一規定計算之金額 中華民國106年12月31日以前 盈利事業違反行為時第66條之七規定 分配可扣抵稅額與其股東或社員 扣抵其因那所得稅額者 因就分配之可扣抵稅額 責令盈利事業限起補強 並按分配之金額處一倍下至發揮 前二項規定是盈利事業有先業倒閉 或他先不明之情形者 居然機關應就該盈利事業超額分配 或不應分配與股東或社員扣抵之 可扣抵稅額向股東或社員追繳 宣讀完畢 第114條之二 照行政院提案條文通過 請宣讀第114條之三 第114條之三 盈利事業於中華民國106年12月31日以前 分配於股東社員或出資者之80新年度 或以後年度之鼓勵或盈利 為第102條之一 第一項規定這期限 以規定格式按時填報 或填發鼓勵評單者 除限期責令補報或填發外 因按鼓勵評單所在可扣抵稅額之總額 除20%發揮 但最高不得超過3萬元 最低不得少於1500元 與其自動生貿或填發者簡辦處罰 經基金機關陷阱責令 補報或填發鼓勵評單 盈利事業為一線按時補報或填發者 應按可扣抵稅額之總額 除3倍以下之罰款 但最高不得超過6萬元 最低不得少於3000元 盈利事業於中華民國107年1月1日以後 分配於股東 社員或出資者之87年度 或以後年度之鼓勵或盈利 為第102條之一 第一項規定之期限 以規定格式按時填報 或填發鼓勵評單者 除限期責令補報或填發外 應按鼓勵評單所在 鼓勵或盈利金額 除百分之二罰款 但最高不得超過3萬元 最低不得少於1500元 與其自動申報或填發者 簡辦處罰 經基金機關限期責令補報 或填發鼓勵評單 以利事業為一線 按時補報或填發者 應按鼓勵或盈利金額 除百分之二十以下之罰款 但最高不得超過6萬元 最低不得少於3000元 盈利事業違反第102條之一 第二項規定 為一線申報或 未拒實申報 股東可扣抵稅額賬戶 變動明細資料者 除7500元發款 並通知限期補報 藉其不補報者 得恩次處罰之一 規定補報為止 宣讀完畢 第114條之3 照行政院提案條文通過 請宣讀 增定第114條之4 第114條之4 公司合作事或其他法人 以需未安排或不正當方式 需增股東 社員或出資者 所獲配之 鼓勵或盈利者 應按需增鼓勵或盈利金額 除百分之三十以下之罰款 但最高不得超過30萬元 最低不得少於一萬五千元 宣讀完畢 增定第114條之4 照行政院提案條文通過 請宣讀第126條 第126條 本法自公佈日施行 但本法中華民國94年12月28日修正 公佈之第17條規定 自94年1月1日施行 97年1月2日修正 公佈之第14條 第一項第九類規定 自97年1月1日施行 97年12月26日修正 公佈之第17條規定 自97年1月1日施行 98年5月27日修正 公佈之第五條第二項 即99年6月15日修正 公佈之同條第五項規定 自99年度施行 100年1月19日修正 公佈之第四條 第一項第一款第二款 其第17條第一項第一款 第四項規定 自101年1月1日施行 101年8月8日修正 公佈之條文 自102年1月1日施行 104年6月24日修正 公佈之條文 自105年1月1日施行 104年12月2日修正 公佈之條文 自105年1月1日施行 本法中華民國90年6月13日修正 公佈之條文 103年1月8日修正 公佈之條文 即105年7月27日修正 公佈之條文 施行日期 由行政院定之 103年6月4日修正 公佈之條文 除第66條之4 第66條之6 解第73條之2 自104年1月1日施行 其餘條文自104年度施行 本法中華民國107年1月18日修正 之條文 自107年1月1日施行 第5條 第66條之9 第71條 第75條 第79條 第108條 及第110條 自107年度施行 第73條 自108年1月1日施行 宣讀完畢 第126條 造行政院提案條文通過 報告宴會 灰保留條文 均已處理完畢 下午二時三十分 繼續處理保留條文 現在休息 енные交通訊息 公如 你 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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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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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